我想帶你去晚餐 二零零八年升任月薪四萬元的課長 二零一五年因為在路上遇上領檢 被遠景識破 遭逮捕 慈性男子年紀四十歲未婚 家中有七名兄弟姐妹 在大陸地區生活條件並不佳 與其來台十二年假冒台灣親戚阿華 名字在工廠上班 幫忙繳阿華積欠的健保費卡債 作為交換條件 每個月薪水遭扣款 性其實很配合 因為他爸爸已經快要過世了 所以他希望可以盡快回大陸 證訊後將持男醫違反台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關係條例 以及偽造文書罪移送檢方偵辦 隱瞞十二年也讓遠景驚呼 真的騙很大 記得檢政風成文君桃園採訪報導